看医疗突破 这次的创新突破 是瑞士研发出一种 能够植入我们人类大脑的 极小型的电极装置 植入后可以监测脑部的数据 帮助医疗颠间病 还有其他的脑部疾病 澳大利亚呢 关于强迫性的研究也有进展 他们发现强迫症 可能跟大脑信号通路的 不平衡有关 下部就会尝试用脑部刺激来治疗 而让美国很多家长绷紧神经的 花生过敏 研究团队研发出一款皮肤的贴片 能够持续贴一年 就能够降低过敏反应 能穿过头骨上的小孔 进入后再完全展开 瑞士科学家研发出一种软电极阵裂 能放置在头颅内 却不会伤害大脑 因为我们有一个医疗医疗 问我们能够找出方法 能够放在脂肪上的皮肤 在一种软电极阵裂 这种电极小到六只手背 折叠起来后 能穿过直径小于1.27公分的洞口 而柔软的材质 能降低对敏感脑部组织的压力 受到软经器人的启发 团队希望这个设备可以协助医生治疗癫痫 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以微创手术的方式收集脑部数据 大脑结构复杂 让至今许多相关病症的成因 人士未接的谜 根据估计人医生罹患强迫症的几率 为2%到3% 是长期被低估的疾病 重复洗手 反复确认门窗是否关好 都是典型的症状 一患强迫症会出现强迫性的思考以及行为 严重的话连生活自理都可能有困难 能透过治疗减缓症状 在澳洲大约有50万人身受其扰 为了找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研究人员将强迫症患者的大脑 和健康的人进行了比对 接下来团队将进行 微电流刺激的临床试验 希望能改善强迫症患者的生活 目前已证实对治疗 犹豫症是有帮助的 练习自我照顾也有助于改善身心健康 根据美国国家卫生院估计 全美每五人就有一人罹患心理疾病 专家建议能从三个方面来帮助自己 维持身体健康 保持运动 睡眠充足和均衡饮食外 情绪方面的照顾 则可以通过冥想 呼吸练习和写日记的方式 而最后一个重要环节 是维持人与人的社交连接 除了各种心理问题 现在过敏性疾病也相当盛行 其中花生就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源 以美国来说 大约2%的儿童对花生过敏 对花生过敏 严重的话可能会致命 但几乎没有任何治疗方法 只有一种针对4岁以上孩童的口服药 能增强对花生的耐受性 但如今有了新突破 法国生技药厂研发出一款幼儿贴片 一天一片贴在背上 让皮肤透过吸收少量的花生蛋白 来减少强烈的过敏反应 经过一年的实验后反应良好 三分之二的受试者 能安全地吃进3到4颗花生都没有问题 目前这款贴片还在临床试验阶段 未来有机会成为挽救幼童 意外接触花生的重要工具 TVB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